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您这个爆浆蒸饺 一天竟然能够卖出上千龙 位于在高雄南子区这家蒸饺店 老板挑选整块的温体夹心肉 而且坚持自己搅肉来确保品质 里头还混入了酒黄跟三心葱 而且现点现包现蒸 一口咬下去滋味先甜 但是不油腻 用餐时间提醒您一定要耐心排队哦 让人一咬就大爆浆 高雄人都知道这一家店 无步形象吃到满嘴汤汁 哦 我喜欢它 我喜欢在台湾的食物 爆浆程度能媲美小龙汤包的 是这一笼皮薄现扎实的猪肉蒸饺 咬下一口源源不绝的汤汁 几乎占满半个汤勺 加上图食的团板价格 用餐时间一跳 人群如潮水般涌入 几乎没有中断 整栋餐厅打通两个店面 光是平日中午就要坐到二楼去 每天卖出的数量从千龙起跳 晚来还得排队等位 这天我已经吃了 差不多快十年了吧 应该现在没有人不知道吧 应该太多人推荐了 那算蛮平价的啦 对啊那环境是很不错啊 对对对就是很干净的 人在高雄热卖二十一年 再与老板娘保住 对每个细节都相当重视 从肉馅开始就不进绞肉 而是买整块的温皮夹心肉 口感比较好 然后肉比较不会色 成本上比一般的其他部位 差不多多五到十块钱这样 你一整块的来 如果厂商他送来这样 他的那个新鲜度 还有肉质的部位 我们比较容易知道 比较容易保持我们的品质这样 亲自搅肉才能确保肉馅 不会参入其他部位 肥肉部分加入固定比例的 三层肉搅拌 此时加入的调味酱汁 可是老板的秘密武器哦 我们除了基本的一些酱油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调味料之外 我们还有加了12种的那个中药 一些肉啊 稍微还是有一些味道啦 就是猪的那些熏味啊 那我们加一点下去 会把它那味道去掉这样 最后加入九黄和三星葱 整个打现的地方 就是杨家的机房重地 平常连员工都不能随意进入 脚皮的部分以热水泡面 每天现杆 等待客人点单 才能开始包入内线 用餐时刻至少七个员工 两行排开 双手就开始包个不停 因为要包的真笼堆得比人还高 连杆皮都得出动机器 才赶得上包真脚的速度 除了掌握皮薄线多的重点 缩口处还不能太厚 包起来要有个微笑弧度 像个碰嘟嘟的金人堡 就是最完美的形状 蒸饺就是在皮跟皮之间 要合的那个部位 是最难的 你看起来是很简单的 但是它肉很软啊 你要合起来之后 它会跑出来 然后或者是说 你手在压的那个点错了 那皮会变厚 对 那完全整个都口感啊 什么之类的全部会跑掉 现点 现包 现蒸 让杨家的蒸饺口味就是特别鲜 吃来皮薄又有Q劲 肉馅扎实多汁 加上葱和酒防香气 吃多也不会容易腻 一咬就爆浆的快感 更让许多人一吃就着迷 他们的汤汁很多 然后皮也够Q 味道够 但是它不会有很多油的味道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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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酸 很脆 很脆 每次的味道都会出现 当你口中的味道 所以很棒 坚持现做才是美味 老板的卷饼一样现点现煎 包入三星葱的饼皮 煎出漂亮金黄色 仔细看铁板上几乎没有过多的油 饼皮煎来才会干爽不油腻 涂上热腾腾的酱汁 再均匀铺上澳洲牛腱肉片和三星葱丝 一卷就很有饱足感 我们牛肉是用澳洲的牛腱 然后我们是自己用一些中药材 的调味料下去滷的 那滷差不多一个小时 现做的卷饼一上桌都还是热腾腾的 略带酥香的饼皮 配上里头甘甜的酱汁 吃来完全不干涩 从侧面来看 每一层都均匀铺排了 滷透却不柴的牛肉片 和香甜的三星葱丝 给料相当大方喔 我喜欢那个牛肉的味道很香 也是还蛮多汁的 就是咬下去 不会有柴柴的感觉 就是湿湿的这样 最后再以烙饼做个完美ending 最适合不过 湿湿分明的烙饼皮口感松软 建议可以沾着玉米浓汤一起吃 很有酥皮浓汤的感觉 奶香浓郁又带点甜味 一般的烙饼有的不是太干 就是太湿 那它们的刚刚 而且它们的湿是很细致的 很绵密的那一种 一锅一锅接一锅 一锅一锅一锅 一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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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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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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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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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就在于一路走来不变的美味 和坚持亲民的佛心价格 让人吃了心满意足